我做作品的最大特點就是 我是用一根針 手工一針一針扎上去的 在宣紙上做不同方向的孔 形成各種圖形 比如說我身後這件作品 它大概要有十萬多個孔 這樣子 10年我在中央美學實驗藝術系讀書的時候 當時我上的是材料實驗班 那時候我們做了很多種實驗 比如說用泥土、用石材、鐵 最後我選擇宣紙的原因 其實因為宣紙我感覺它非常的親切 我覺得它的設置非常溫潤 包括它的材質的感受上 它有點像女性的皮膚給我感覺 選擇用針這個工具 它主要是我受我媽媽的啟發 她非常喜歡刺繡 結合到我媽媽的經歷 中國傳統女性 她在刺繡的過程中 有可能是一種宣洩 我覺得當我用針來刺穿宣紙的時候 它形成了一個孔洞 這讓我感覺很舒服 它就像是宣紙有了呼吸 孔在我的作品裡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相當於一個宣洩的一個通道 或者是它是你進入另一個空間的一個通道 我其實是賦予了它比較多的內涵 我扎針的孔洞大致有五個方向 這樣五個方向它就引導了五個精光孔 精光孔不同會產生綿延變化 就是當觀眾從遠處走近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一個自然的風景 但是當你慢慢走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顏色消失了可能 你看到的是一個一個孔洞 我覺得這是一個給觀眾最奇妙的一個體驗 我的作品最大的有十幾米長 十二間作品的系列連成一組大畫 每一間作品寬是一米六乘以兩米五高 就是整個展廳優質型地繞了三面牆 我最早期的作品是做三河水 我幾乎就是找照片 通過照片用鉛筆氣形 這樣去非常客觀地去做 我就想讓大家看到的是真孔 或者是激勵 而且我想讓大家感受到 它和傳統的三水是不一樣的 但是到近期就和五六年前是完全不同了 其實和去年我去西藏有關 當時給我最震撼的是那裡的山和水 它真的就是讓你感覺到是神山和聖水 它比任何教堂裡的感受更加強烈 這個處罰了我第二次想做山水的一個藉機 所以我就想我再重新回到自然山水 去用我自己體驗到的再重新去表達 我想重新做真正屬於我自己的山水 我覺得工作它更像一種信仰 它給我更深的感受是 它有很強的勞作性 這個勞作我覺得有療癒的感覺 每當我製作作品的時候 我一旦坐在那裡 就會變得特別沉浸 增刺穿紫背的時候 很像時鐘發出的聲音 也很像心跳發出的聲音 它是均勻的 這個時候會讓你的心去掉一切 把你整個資訊給排空清空了 然後變得很安靜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喜歡的狀態 對